这是毛主席罕见在会议上当众阴阳说怪话 言语不仅涉及司令部 更是直接暗示某些人在暗地里刮阴风烧阴火 1953年 毛主席北约前往地方考场 可就在这个关键的档口 有人却悄悄和毛主席打了一个小爆口 在听完对方所说的地方异动之后 毛主席立即意识到有人在搞事情 在搅动浑水 随即决定 在离境之前 看一个政治局扩大队来揭露这些问题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会惹得毛主席大发雷霆 当众阴阳呢 1953年 朝鲜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头下 在毛主席引领之下 中国的发展重心 还是从战争转向了经济精神 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无期展开 在此期间 为了巩固高层领导班子 五位在指导经济有货险的地方大员 被紧急调往中央 肩负起拉动经济的重力 而这件事情也被誉为 五马进京 可在五马进京这个典故之后 实际上还有一句 那就是一马当心 当时在除了邓小平 习仲勋 邓子辉等人之外 还有一人 因地方政绩突出 而被广为割颂 这才有了五马进京 一马当心的说法 可谁也没了 在这种盛名之下 却逐渐演变出了一丝暗流 一马当心这位老黄志 在入局中央之后 过度的赞誉 逐渐让他滋生了野心 在后续的工作当中 他甚至还致意起了 刘少奇的工作能力 在几番分歧过后 甚至还蒙上了取而代之的念头 那么在这种大环境之下 一场浑水开始云年 1953年10月 这位同志以休假为名 开始在华东和中南地区 四处的走动 表面上是考上明星 实则上则是在暗中互相串联 企图拉帮结盘 在杭州逗留期间 更是频繁的出入704型国 与另外一位大人物 频繁的结语 而这些都为育后的那场风波 埋下了福利 自然以获得多半老干部支持的他 开始把目光定向中央 也就是五马当中的邓小平 在入驻中央之前 邓小平一直都负责西南地区 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 他开始冒险拜访邓小平 并且透露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在和邓小平的聊天的时候 他与带玄机的询问邓小平 关于列宁和斯大林的关系 还问邓小平 谁合适坐中国斯大林的位置 邓小平是何等的机敏啊 立即意识到了 他的真实企图和野心 当即把话锋一转 含糊带过来 对方仅拉拢失败 也只能够抽身他 可他没想到 向来光明磊落的邓小平 在这件事情上却并不好 一番打探之下 顺利获知了 其最近在地方的种种异样 考虑到事情的严重性 邓小平连夜赶往中南海 会见了毛主席 在听到邓小平的报告之后 毛主席也是连连叹息 怒斥这些人是一股地下水 为了试探这些人的底线 毛主席故意放出丰盛 称自己要外出休假 并在会上提议 让刘少奇暂待自己的职务 可没成想 此举引发了中央高层的激烈反应 大多数人都对此表示赞同 唯独一马当先 在会上公然反对 甚至还提出了中央高层 轮流担任的建议 而他的这一举动 彻底暴露了他的隐形 1953年12月24日 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会议 在中南海一年堂召开 毛主席主持召开了这次扩大会议 并将毛头直指发现的问题 在会上 毛主席的语气言论 字字如刀地说道 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 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刮阳风烧阳火 另外一个以别人为首刮阴风烧阴火 真是一股地下水呀 毛主席的这番话 如同一记重筹 击碎了他们精心编制的涂抹 这种会上决定起草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主席还亲自安排刘少奇 主持起草工作 脏醒了党中央对他的心理 当时毛主席本没准备大动干戈 可没成想 接下来杭州之行的一件意外 却让主席下了最终决断 那么毛主席在杭州遇到什么 所谓的一马当心 后来又怎么样呢 想了解后续的内容 请点击投降 进入到主页 查看下集的精彩视频